三三旅游巾 跟着三三去旅行 不会迷路不会瞎 怎么玩如何走 幸福感觉跟着走 三三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德州中文台AM1050 三三旅游巾的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大家早上好 我是三三 很高兴今天做客 我们的节目是一位 我们大家都知道 也认识的一位好朋友 老朋友 同时也是一位旅游的行家 我们称他为旅游达人 很久不见的马大哥Frank 大哥你好 大哥 这个好久没有在这个节目上 听到你的声音 跟我们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退休移民 回台湾 早期从台湾移民到美国 现在是美国移民回 移民回台湾了 没有移民 就是退休回台湾住 这样的人现在很多 是吗 是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对于年纪大的照顾医疗 还有生活方式 也需要雇人来照顾你 都比美国方便得多 那更是便宜得多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因为美国医疗系统 本来就是一个这个 惊人的这个天价 你知道这个随便去一趟医院 这个上折好几十万美金 普通住个一两天 可能要万二八千 你这边找人 要坐24h在家里 几乎是不太可能 那你非常 那你得非常非常 他有这个财力 还怎么样 在那边的话 他们有本事的人 都请个两三个 一个人 就是一个一户家庭 如果有需要照顾的人 一户家可以请两到三位 有人可能还更多 当然他是用别人的人头 OK 就是政府 这就基本上一户 只有一个名额 但是 基本上你一个人 那就是请一个 夫妻两个人呢 就可以请两个 他不是算户的 算人头 那如果家里有三位长者 譬如说老丈人 自己的爸妈住在一起 如果有三位长者需要 就可以请三个人 当然这种机会 非常少的 老人大部分 我看看 都是女的命长 所以大部分都是奶奶 外婆 男的比较少 好 当然这个回台湾 我觉得就像你讲的 医疗对于老人的 这个比较有助于 这个年纪大一点的 长者回去 那您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 我知道你在美国的时候 还没有退休之前 也是非常非常喜欢旅游 爱好旅游的 对于你 你觉得这个 亚洲旅游 跟欧洲北美旅游 怎么样一个有一个区分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这样子讲吧 事实上台湾的旅游团 也是全世界都跑 是是是是 台湾现在很多团是 造的很多地方 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我在美国参加旅游团 大概只选了几一两家 大家了去 是 你觉得喜欢了 接着就跟他一直 重复的去参加 是 可是台湾 大的也有 但是大的没有美国这么 这么大 规模这么大 那小的一大堆 尤其现在 是网络时代 很多根本就是 你上上个line 跟他就扯 他就给你直接就 而且有很多广告嘛 你只要点过那个 可能就陆续广告 会不停的送 一大堆 对 那我们怎么分辨呢 对这个就是 要有个问题 大部分人我认得的人 就是我的同学啦 朋友啦 就是他们有去过 他们认 你去过一次以后 你对这个旅行社 提供的服务 你就有一个评价 是 OK 也不见得说 你一定花 很多的钱 最贵的钱 一定是最好的 你就得到好 说不定跟花中等的钱 是一样的 但是呢 现在对我们这个 上年纪的人来讲 绝不能去找 那个最便宜的 怎么说 第一个 他们都说不购物 最便宜的 说不购物 这几个字都不愿意说 那就是他会购物 购物 OK 就是说你会有花很多时间 在这个购物的上面 景点 主要时间 主要是当然 主要是在购物 我从以前 这个北美 有一阵子推出 那个99的那一阵子的时候 我参加过 对啊 我就跟这些 来购买的 这些旅游的人 我就跟他说 你想想看 天底下哪有 不可能的 对吧 不要钱的东西 哪有天下 免费的晚餐 免费的午餐 那个是购物为主 是 景点 看看就好 那个吃的也是 马马虎虎 一般般 好来再继续 你讲说 你不参加 那个最便宜的 当然有关于购物的 这个部分 对 那现在就是说 他们不购物 他们是变相的 怎么样呢 都是在游览车上 当地的导游 你 台湾大概出团 一定要minimum多少人 来一个领队 这个就不像我们美国 你都直接飞到当地 我们在那边集合 他们也接到旅馆 台湾几乎就在机场集合 领队 他们是所谓的tour leader 对 因为他们好像是 一共要十几个人 就可以养一个领队 那待在机场呢 你就看到 拿个小旗子 一群一群 一群一群的 跟在台北的火车站一样 你在台湾要是做 那种两个日游啦 干什么的 都是做bus的 那个bus都是停的满满的 完了呢 那个大厅里面 车站大厅里面 也是拿骑士 就在台北车站 作为这个集合地点 然后外面的bus排整排 这是 最基本 台湾国内旅游的 国内 OK 机场旅游呢 就是松山机场 和这个桃圆机场 是 那都一大早 你看一屋一人都是这样子 那这个团到那边 它的地培呢 地培水准都还不错 我说了现在是 不论哪一国了 我最近去的是大陆和杜拜 街团的人都是讲话 各方面水准都很好 他们卖东西的水准也很好 更高 更高 那你结果下来 在上面啊 他也不是说你非买不可 就拿几样东西去让你试吃 弄弄 完了呢 结果 这个买东西就是 有人带着我买 就去 所以我们走的时候 在走的最后 的那个行程上面 他会安排在路中间停下来 把货送上来 完他在车上就罚 或者到机场再罚 每人就多一个 多一个行李 OK 所以基本上所谓的这个 无购物啊 纯旅游 事实上已经有 其实我自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参加了一个21天的这个 一个region的一个cours 当然那个21天 你想想看 21天不可能都在船上说 每一个景点几乎都有excursion 然后我们也是这个杜拜镜 OK 也是 我跟你讲 我没有想到这么高级的游轮 然后这么高价位的 一样也是在巴士上卖东西 因为他的时间 你想看excursion 我们早上靠岸 下午就要走 这中间哪有时间让你去买东西 就是卖东西的人上来 甚至那个当地的地培 开始在车上 天南地北聊啊 聊得很那个 然后讲他们最著名的 什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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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就不外乎了 他自己手上带的一些 或者吃的一些东西 发给我们 这个东西好像 如果照你这么说 已经不是哪一个区域 或哪一个国家的 而且几乎是 现在是普遍的一个现象 几乎是全面的 对 那个最对的我没参加 我不晓得 让我很惊讶 但是你好像 没有浪费什么东西 因为他是在车上 对 介绍了景点 介绍了你该知道的东西以后 对 而且不是一开始 他们都很聪明 都是躲到中间 第三天第四天 对对对 不是一开始 一开始就让你 那你就心里去反感了 那上车就买东西 没有 你前面都走得很顺 很舒服了 大家都非常熟了 comfortable 完了 你看他带了一些东西上来 分给大家吃 这就开始了 而且他卖的东西 质量 质量和价钱 真的是 真的是好像很平实 OK 所以呢 大家 多多少少出来 大家都出来 这么多年 对东西的价钱 判断 都有一定的水准 不会说真的是 被窄的那一种 所以呢 他们卖的效果非常好 买的人也都很高兴 谁出来 回去不带领吃 伴手礼啊 对对对 用的东西很少 几乎也没什么化妆品 大部分都是吃的 OK 尤其大陆 大陆现在做吃 包装的很好 我觉得吃其实倒是真的 至少你买回这个 这个东西的质量 这个价值 那你说很多东西 就是 现在就是大家都要求 那个买的东西的 吃的东西的品质 对 所以他让你试吃 你自己吃 你说这个太甜 或这个太干 或者是怎么样 你就不买了 对不对 他一定做到说 都很合乎大家口味 这个就厉害了 那这个东西的新鲜度 它的它的quality 它的包装 都是一个一个包的 都就不会说 一大盒 一大盒 你打开 你愿意吃多久 都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行销上面 现在这个方面 他们做的非常进步 非常好 你根本没有反感 玩意儿也觉得 坐在车上没事干 买点东西 而且还怕有的时候 去了景点 没时间买东西 这正好 对啊 就正好在车上 你说省了你去真正去找东西 去买东西的那个时间了 对 那么有些领域团 好像说要给你排很多点 那这个就是 你去之前你要做功课 东一家西家 你都拿过来 同样说我们都是去北江 为什么有人说10天 有人说12天 有人说13天 是 你看看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地方会多出来 多在哪里 那他有的是会有走回头路的 你坐巴士回头路是很辛苦 没错 因为你说看风景 你已经看了一次 你再回头 你大概就没有那么 就没有那么 exciting 就是说 那最好就是 你开到最远的地方 玩从那个地方 飞到一个定点 玩飞回来 是 那台湾现在 由于政治关系 说什么621号 以前都不开放 可是领域团 我看他们照样出团 对啊 因为我这北美出去的 也是参加这个北江 思路这些 就是这一条路线 现在是在近两年 很红 对 现在是第一 这个优先条件了 没有错 对 我都不知道 正好你这一次回来 然后我们有聊到 这个旅游的事情 你马上也就即将 要去参加这个团 就让我很好奇 这个团是 从哪里这样 突然窜出来的 我是觉得大陆 把这个基建做得很好 那个路线现在 排得 排得很好 以前有一个什么 什么 一个中间有个 穿过山的路啊 每年就一定时间开 那你不在这个时间内啊 你去啊 就很不方便 要绕了干嘛 现在他好像都都弄好了 所以这个 做bus也好 他们现在把那些 景点的规划也非常好 我要提一下就是 不是不光新疆了 因为我 我前 前两个礼拜 我去了那个五一山 这个是很老的一个景点 对对对对 这个 这也不是什么大的景点 大概一年也就 八九百万个客人 那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是很有名 什么大红袍茶叶 对不对 当然他还是以那个为宣传 可是你到了当地以后 就发现 他把那小趟 盖满了房子 是供给上面种茶的人 所以你到了 你到那边 所有几个景点 光山上一看 一个破房子 一个建筑都没有 全是绿色的 他把它整理的 就是说 规划的非常的完善 对他就说 你不要过去坐在上面 你坐在上面 又没水 没电 然后有茅草屋 有什么屋 对对对对 你生活品质不好 你就到现在了 政府给你盖 你要你要上去 继续种茶 是你的事 你不种 你故人种 也是你的事 就像一规划 下来的人 你知道干什么吗 开茶行了很多 给卖茶吗 开茶行 民宿很多 民宿 完了大旅馆 当然有几个了 像我们去的话 就事先讲好大旅馆 大陆刚去的 他们很多做民宿 喜欢住民宿 做民宿啊 吃住都很方便 完了景区里面有bus 你照个脸以后 bus就随便上上下下 很多点 这还 你 这个只是 这只是一个 五一山一个旧景点 他们就把它规划得这么好 所以这个 我真的不能不称赞他们 就是在这个规划上面 它可以真的大刀破斧 就是对对对 我不让你住山上 OK 我把所有的那些 什么瓦屋啊 茅草屋啊 全都拆掉 沿途路上 你也看不到垃圾 也看不到不该看的东西 就全是景色 啊 那个 那个草啊 什么东西 都弄得干干净净的 那水 那个湖里的水也是 没有味道 也是很干净 还有鱼啊 什么东西的 那讲解人员也大概经过了 多少年的训练 从头90分钟做到竹法下来 从头都讲了60分钟不止 不断的介绍这个 这个那个 一下时间就到了 这 所以大家自动要 偷 偷腰包给他们小费 哦 这个虽然是已经包小费 但是还是会给当地地培的一些 这个 奖励 里面几乎都是 都是小费都包夸 领域社有些是 包括领队的小费 都包夸在里面 哦 OK 你就不需要去换人民币 我根本就没有换 没有换 没有换钱 好 我觉得这个讲到精彩的部分 不过我们在这边要短暂休息一下 没问题 先休息一下 喘口气 喝个咖啡 好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 三三旅游金的节目现场 很高兴今天请到我们大家的老朋友 旅游达人 马大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大哥你刚才上一个阶段休息之前 讲到这个 就是规划的这个非常完善 那你之前我知道你在美国的时候 也有参加北美的类似像超值旅游 或迷人假期 去过中国大陆 就那个大概也都叫十年以前 差不多 差不多 七八年 七八年 这个距离跟现在你上一次去 这个 大陆进步非常多 以前我最早去的时候 我记得你去的时候没有这么称赞 没有 没有 对吧 因为 因为我也跟你做过访问 我也跟你聊过天 对 那个 那时候我们大陆这个 我参加的超值啊 他们还是A1 他们是走比较大的城市 那我刚刚提到的这个 厦门 这个小城就四五十万人 是 这在 这在大陆是非常小的城市 对对 那 其他我们去那些很大的城市 你根本就 东南京也没搞清楚 你就坐着车 绕一绕你就走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啊 这次因为好像 很local嘛 嗯哼 就地方性 他那个 而且比较detail 他们讲话 他们讲话 会讲闽南语啊 就台湾来的人 他们都用 很亲切 用闽南语沟通 你要讲国语讲 闽南语都可以啊 所以你的感觉上 那大陆 现在的福建的厦门 对台的政策 非常优惠 你去那几乎 除了高铁办票 其他你做公共交通 都几乎免费的 六十五岁以上都免费 啊 免费 对 你拿个台包账 很多东西都免费 这么优惠啊 会台政策 我知道会台政策 但我没想到 这么优惠 只有高铁要钱 飞机要钱 其他的 很local的很多东西 都不要钱 是因为太 这个 他们本人 他们本来六十五岁以上 也就 也就不要钱 免费 现在台包 他也挂挂在里面 那会不会 这个 普及到其他的城市 现在 他们大陆 现在是每个地方 有自己另外的 自己的另外的政策 另外一个政策 对对 中央呢 当然背后也是支持 但是你只要你能够管理好 你能够处理就好 现在他们 这个电子 这么发达 他们 他们都做的 真的是 整个世界 他们是 可是我 我们当然有跟 这个朋友在聊几天来 对于 长者 你知道 当然现在是智慧型手机 这个 所有智能的 这个东西 就像你说 这个地铁 扫码 刷脸 那万一 没有这些 你知道 我们就在考虑说 回台湾的时候 这个所有东西 都是网上支付 那万一 没有这个 不会使用这些东西 怎么办呢 有没有困难 没有困难 绝对没有困难 不能 因为他们说 很多地方都不收现金 对 那怎么办呢 你不要去那小摊子嘛 对不对 所有大一点的地方 都会收现金 尤其是旅游的地方 还有呢 就是他几乎安排了 你都不需要买东西 你需要买东西 他在车上 也帮你买了 卖了 所以你不太 不太快需要去 自己花钱 你也没时间 你到了旅馆 吃完晚饭 到旅馆都八九点 跑了一天 你大概洗个澡 大概也就懒得出去了 那刚刚你讲到年纪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他科技很进步 是 担心 对 所以他旅行社 现在说你七十岁 怕你身体不好 你七十岁 一定要买保险 要找一个年轻的人陪你 哦 有这种规定 对 他不让你单独一个人去 我比方我现在已经超过 七十五岁呢 有些还需要医疗证明 哦 所以这次他们现在 他们是怕 旅行团的要求 就是怕临时 他是怕 你有发生状况的话 他们费很大的劲 整个团拖累了 干什么 这样子 你有人陪的话 那你陪的人就 你会安排 OK 那在台湾参团 有人就说 那我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 导游是你的那个 台湾是 台湾 台湾就是 也有这个规定 但是都会有办法 想办法解决的 我报名几个团都没事 当然我有跟朋友一起去 都不是一个人去 那他也可以帮你安排 我跟你队住了 跟什么人住 这样子 是 对 都可以通融 都可以通融 那自己说 你拿了台湾证以后 进去刷了以后 那台湾证 你到哪 你的足迹都在里面 你想逃都逃不了是吧 你别想干坏事 你别说干坏事 这个大陆的监控系统 真的是很厉害 他现在就 就是我所谓的那个 你知道 就是说 他们说现在 现在这个 对 大陆的城市 这个 这个犯罪率 相比之下 就比较低了 因为 真的 对 只要在30分钟以内 每个街口的这个监控 然后扫脸 一下马上就能辨别了 你的逃都逃不了 每个人 每个人进出哪里 到了一次以后 你进来 你没有出去 他都知道 这方面他们 就很nature的 他们 也就被他们大陆人 现在 做生意也好 干什么 也都很客气 也都 都态度 思想各方面 进步 真的 跟你这个 七八年前去 中国大陆 那个感觉是完全 以前我们不太 比较少接触 因为那个 那个是老美团 对 另外呢 就是我们去大城 都蛮赶的 这次我们就比较轻松 我们厦门 我这个厦门团 那我们这个团是 我不是旅行社 我们是自己组的 完了 找一个旅行社 那当然这个 你找的这个旅行社 当然也是你们可能 曾经有团友 这是我们里面 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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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很放心 他家庭并不便宜 OK 可是我们 我们都住的 住的很好 吃的非常好 OK 所以这个也是 客制化 我觉得比较那种 对 所以你看那一广 而且因为看 依照你们的 这个年龄的需求 就是说 不需要真的是到景点 然后小网红的那种 打卡 那种干嘛的 那个太辛苦了 你看 你看他的不同价钱 什么东西 那边一大量 detail 你没去过 你怎么会搞得出来 对啊 是啊 我就在想说 怎么告诉我们这些 没有去过听众朋友 或者就是想要自己组团 或者找团的人 做功课 我这个 我这个五一三的没有做 因为我知道 我们团上有认识的亲戚 他们出来带 我一看的价钱也不那么便宜 肯定不会太差 不太差 果然 那我在新疆内部 我就做很多功课 路线啦 从这到那 走多 开车多久 他们现在都很客气 都没有长的 就在 今天这个走得长 这一段要走五个小时 下来 往来下面一站的话 走两个小时 你看一算 一天营去 一八个小时了 是 就不可能再有第三个景点了 对 他是看风景的 所以现在北江是 因为都是 大阪的景区都规划很好 对呀 我就说这个旅游景点 怎么会一下在 北美 就去年开始 我就有接触到 客人说 帮我看机票 我们要去北江 一个什么团 我心想怎么每一 然后接下来 就是每一组都在问这个东西 而且是不同的 不同区域 有人在美东 有人在美西 有人在这边 然后在台湾组团 然后就这样去 对我来讲就很好奇 因为我们北美比较 尤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北美的旅行士 现在很少在做大陆团 一方面也是签证的关系 一方面也是旅游 并没有完全开放的关系 所以我就觉得说 哇 这个东西 我倒是今天正好碰到你 可以跟你来聊一聊 他这个新疆 有南疆北疆 对对是 那你两个都参加的话 大概是23天 有这样的团 OK 你要有这个体力 有这个 时间 但是我们参加 现在我的年龄都是 时间都不住 你都是体力 体力 对你去的地方 比方说你要登峨明山 你要走很多台阶 你可能就上不去了 或走一半你就下来了 下面等 因为他们都会走回头路 他不会 不会说 上了就把你扔了 都不会 所以也放心 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每个人看自己的体力 因为你上了年纪 总是会有人 膝盖痛 腿收巾 腰痛 都会有的 所以他们行程都不会排得很紧 他们真正跑西藏的 咱们认识的那个朋友 万爷 自己开车 他是很厉害 因为我知道他是喜欢照相 而且他是一个半专业摄影师 他们就是他认识的一群都是摄影的 他们常常就集合起来一起去 可是他们呢 一的是租过车子 他们认识 第二个他们就是自己开车 那我知道 你现在走北疆南疆 你也可以 他说我们小姑 四个人到六个人 就是他就给你个小车子 他那个驾驶的 也就是导游 时间导一人 对 这个团呢 通常不包括吃 只有住旅馆的早上 早餐有 其他都是不包括 是 因为他没有办法包括 你也吃不了一桌 对 很难 对 预先去定 通常这个大团都是 定好的 八人一桌 十人一桌 对 他有一定的 他这个是三四个人的 所以他就 所以他机派也不包括 你自己飞到当地 到当地结合 对 所以说年纪轻一点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你可以 玩的比较更detail 对啊 你刚 他的行程就是客制化 就是你想看哪里 想多做哪里 另外我要说就是以前这个超值旅游 北美书这个团 他去了景点 跟现在北疆的景点 差很多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差别在哪里 那当然超 因为我对超值的一贯的认知 就是说 他的景点很多重点 就以前走西域啊 什么那些大城啊 都有 现在你看大陆现在规划的 这个景点啊 都是大自然 湖啦 山啦 是是是 超值那个不是 他是主要的景点 大家认知 一般认知的 历史课本都念过的那些城 这是不同的地方 我这个 我跟很多朋友聊天 然后像刚跟你聊到这个东西啊 其实不管去哪 旅游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一直在节目中强调就是做功课 对 即使你是 当然啦 你自由行 你不做功课 你是不可能的 那不可能 对不对 对啊 如果就算是你跟团的话 你也要知道团里面的这个行程的内容 做功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门 大概 完了你这样去呢 你才会觉得说 哦 这是 他上面续说 这边看什么 那你就 照那个方向去做 那你会比较更享受 是是是 我记得我有一次跟这个马大哥他们一起去希腊 参加Gay One的团 他也是做了好多功课 基本上我就是跟着他走 你知道吗 因为我自己大概平常啊 就是帮人家安排很多东西 所以我一旦到自己旅游的时候 我真的是脑袋就是放空了 那当然我很幸运的是 遇到马大哥这种旅游达人啦 遇到我姐姐这种会做功课的人 我基本上我都是带着我自己的一个躯壳就出门了 那你临时应变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我是真的觉得这个做功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不管你跟团走 即使你是跟团走 那自由行动当然别说 跟团走真的还是要做功课 不管你去哪里 你会觉得你去完以后 你的收获会比较充实一点 因为你会更体会他的那个讲的内容那些东西 要不然你某某湖在上面 坐在车上骑入湖就打瞌睡 唱唱歌 然后就下来了 然后你发现 哎呀 这边都是湖 湖就 没有特别的 对 没有办法加深你的那个 对 为什么这个湖什么地方有名 他怎么样 对 像那个去韭菜沟 很多人去 去玩了以后 去玩了以后 拍几张照 对 就很美 但是说不出来 OK 这个今天很高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的节目可能要在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 不过呢 我想我们还有时间跟马大哥来继续探讨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也谢谢马大哥今天的参与 谢谢你播控 谢谢 谢谢 拜拜 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